明明感覺跨年之後快要過年了 但很多人真的是焦慮正發作 員工擔心說年終不好又不加薪 老闆擔心發不出接下來的薪水 然後甚至很多老闆焦慮到 要有獨門的養生方法 那當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金蘭董事長中董的故事 那兒中董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有玩衝浪 有玩滑板 其實還滿健康的 也很瘦 很帥 那到美國去讀書之後 因為跟美國人一起飲食 所以都是高熱量的東西 他其實體重就是直接上升 可是根據他自己的說法 他說同學都很大隻 所以其實在他們旁邊 他還是覺得自己很瘦 以前我們在國外真的是 我們怎麼吃都是小隻的 怎麼吃 所以無形當中就慢慢變胖 對 所以他體重就是飆破了80公斤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因為又接班了 結果接了家裡的失業 發現說再這樣下去不得了 因為應酬也很多 那越吃越重 直到有一天就發現說 如果真的不能夠再控制自己體重的話 那健康會出問題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出現了睡眠障礙 然後常常呼吸會很喘 大家可以想像呼吸會很喘 就是其實已經走路有點吃力了 對 可是他自己又說 那總不能又去衝浪 又去滑板 已經四十幾歲了 會被笑 所以他那時候 也還好 他自己覺得 那再加上因為工作真的很忙 所以他就在想說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種運動 是可以在辦公室 或者是在家裡 可以自己獨立完成的 那他就研究了一下 他就發現說波比跳不錯 大家知道波比跳嗎 波比跳 很累 很累 我做過就先蹲下來 然後你在福利米蹲下 然後接下來再整個人跳躍起來 對 他說他其實就是早晚 那是阿賓哥做的 對 他說他早晚只做三十下 三十下其實很多 早晚各做三十下 那每一次大概是花五到十分鐘 可見他速度很快 他說這樣子短短三個月 他就瘦了六公斤 而且最誇張的是 因為他也同時去報名了一項減脂比賽 沒有想到他因此得到了 這個比賽的第一名 就是靠著波比 那當然在飲食上他也很節制 他就說他早餐就是吃生菜沙拉 然後加雞胸肉 然後加一顆酪梨 他有特別強調 酪梨真的對心臟非常非常好 然後他很喜歡吃炸的 可是他說人生不能夠什麼都捨棄 那所以炸了 因為對身體來說 還是會有點負擔 所以他就一個禮拜 只吃一個炸的 了解 所以他飲食上有調整 然後加上這個早晚的波比跳 現在這樣一次一定很緊張 想說我會不會Cue你出來跳 好啦 今天不跳 但是像你剛剛做這個睡眠舒緩運動 你就覺得很舒服 很放鬆 但是這個金蘭的老闆 他是做波比跳來減重 然後也來舒緩他的壓力 如果有人做波比跳 是要為了好睡 你覺得適不適合 我覺得是要看體質 但是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的建議 他的建議是這樣 他說規律且適當的運動 確實可以幫助睡眠 什麼叫做適當的運動 他們做的研究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每兩天一次 做30分鐘的 中強度的有氧的運動的話 他們有研究發現 這樣子的話 人的睡眠平均時間 會增加一個小時 但是不是在睡前做 但是他們有告訴你一定要睡前做 沒有 他不是說是睡前做 另外就是說睡前到底要做什麼動作 比如說像唐老師剛才說的 這些伸展的動作 他們也有去講 他說到底他們是做老年人 睡不好的老年人 他說老年人如果在晚上 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跟做一些低強度的 因為老年人如果做低強度的 有氧運動 比如說他可能只是稍微走路一下 就稍微怎麼樣一下 他們去比較說 這兩個哪個對睡眠比較有注意 結果出來的反而是 低強度的有氧運動 可以讓老人進入熟睡 就是睡眠的深度 會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等一下 應該是說我們可以有低強度 但是最後還是需要有 舒緩的伸展 我們所謂的收工 要把肌肉還是要放鬆 讓我們的腦部放鬆 其實運動 就例如你散步一直走 你的腦部是會慢慢放鬆的 做這種比較規律性的動作是好的 而且對老人家 他們其實可能一天 也是沒什麼大運動 也沒有太多的勞動 所以動是好事 但動完還是要伸展 OK 所以類似這些有氧 或者低強度的運動 以大教醫師來看 他大概在什麼時間做會比較好 如果是依照睡眠生理時鐘的運作 一般我們會希望說在白天 也就是天黑之前 能夠讓身體的核心體溫 上升0.5度 這時候晚上睡眠的 所謂的慢波睡眠 就是深睡起會 增長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可能會需要稍微有點強度的 在白天的時候 剛剛講到就是說 如果睡前或入夜之後 可能就做比較放鬆的這種活動 財務比較適合 現在冬天因為很多人都喜歡泡湯 事實上在白天泡湯 也可能會有核心體溫 會上升0.5度的效果 所以晚上就會比較好入睡 可是大家都晚上泡湯 對 那可能就會有一點點 太慢泡湯 倒過來了 所以晚上泡法 沒有辦法增加睡眠 對 應該是入夜之前泡湯 下午傍晚左右 對 傍晚左右泡湯 這時候對睡眠是最有幫助 這時候對睡眠是最有幫助 所以如果一個早上 就是可以放鬆一下 像你的病患當中 應該也很多人最近睡眠問題 都出現 的確 因為我們主要是在 內湖科學園區附近 所以其實很多內科的這種 白領階級 尤其是主管級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個 可能供應鏈出了問題 國外的這些零組件進不來 他們也接了客戶的訂單 結果訂單貨出不來 這個是大家都很焦慮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汪先生的 汪小飛 汪小飛他沒有辦法回大陸 沒有辦法回台灣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朋友 也都是台商在大陸工作 他現在規定是這樣子 從大陸回台灣要隔離14天 然後要居家隔離 自主管理7天 總21天 然後過去的時候要14天 所以一次是35天 天啊 對 我們有很多朋友 他們基本上飛來兩三次來回的時候 他基本上自己都覺得說 已經開始焦慮了 密閉恐懼症 一開始的時候會覺得還好 可以不用工作 然後每天滑手機什麼的 但是第二次 第三次之後就開始 睡眠開始影響 然後提不起勁 開始有一些憂鬱跟焦慮的症狀出來 以你自己來說好了 你所謂的睡眠儀式你會怎麼做 是的 睡眠儀式它其實是基於 人的所謂的制約的這種作用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在唸書的時候 唸生物的時候 有一個俄國的一個科學家 他不是在餵狗吃肉之前 他會搖鈴鐺 對 訓練 對 訓練 所以後來狗只要聽到鈴鐺 他胃液就開始分泌 即便是沒有餵牠吃肉 牠還是會分泌胃液 其實睡眠儀式 就是利用這樣子制約的這種機制 來讓人產生在睡前的一些習慣 譬如說有些人習慣說 睡前要跟家人擁抱一下 一般人睡前一定要刷牙對不對 或是上個洗手間 這些都是很Routine的事情 但有些人他可能需要比較特殊的 譬如說小朋友喜歡聽 爸媽講故事給他們聽 床邊故事 或是說需要聞一個香氛 聽個音樂等等 或者像剛剛又欣老師教的 做一些伸展瑜伽 對 就是很放鬆的這種活動 其實就像我們帶孩子 你看我們孩子長大那個過程 我一定會給他一個儀式感 睡前一定會先洗澡 刷牙 還燈光會慢慢關暗 聽同樣的音樂 甚至我會開不同的燈 我家會變成紅色的燈 對 好特別 因為那個紅光 其實光有光療 我就會用紅光鋪在我家天花板上 也是會有 還讓它整個心情沉澱 所以他每天睡前他都會有像故事 還紅光 甚至我會有時候會有一些香氛 所以他如果哪天少了一個 他就會說 媽 我要紅光 我兒子會說 我要紅光 所以大家可以去建立 屬於自己的對不對 對 自己的一個習慣 這個儀式感一定要建立 時間一定要一樣 可是麻煩的是如果有人輪班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時間一樣 所以要怎麼樣讓這樣的人也能夠 變成一個比較好的睡眠跳牌 因為有人真的很慘 他的工作的關係 他沒辦法準時睡覺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明明有時間 可是就很喜歡玩手機 玩到三更半夜 這個人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他是有介紹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你本來每天都是凌晨3點睡的人 你想要調成說以後晚上11點 就要準時睡著 他介紹的一個方法就是 每天都推遲3個鐘頭睡 第一天6點 第二天9點 第三天12點 第14點 感覺有點痛苦 對 他是說這樣的話就可以 很完美的調整把時差調回來 但是我想有這個時間的人不多 因為他花了7天 我覺得他在中間我就會受不了 他在7天才調整時差 可是一般休假只有兩天 就要換成另外一種班了 所以有另外一種方法 用光示法 他怎麼教你 他就說你白天的時候 當然你不要正中午 請你看著天空 不要看著太陽 如果你中午又去看太陽 你很公開就會白內障 你就是看天空 看20分鐘 為什麼 他要增加你日夜的光的差感 差別讓你的推遲技術 在晚上的時候分泌得比較旺盛一點點 在白天就知道說現在是白天 告訴你的身體時鐘說現在是白天 然後晚上的時候這個 分泌太陽就比較高一點點 可以試用這個方法 這個很有效 而且晚上要關得漆黑 不要留小燈 其實沒有差 就是一定要漆黑才會好好的睡 怕鬼的 留小黃燈 但是整個黑了之後 退黑激素分泌也會比較好 小朋友也會比較容易長高等等 所以這個都可以給大家作為參考 廣告之後還要來看 我們剛剛提到了除了伸展之外 其實又先見還帶了很特別的空靈骨 還有一些其他的用具可以告訴我們 如何讓自己跟家人更放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